為令澳門經濟色度多元 特區政府致力推進1加4產業 如深合區產業初委互補發展 有見及此 貿促局因應市場變化 一直持續優化投資者一站式服務 透過展前定位、展中跟進、展後追蹤的服務 即是貿促局派專人透過展前與潛在的投資者接合 進一步推廣澳門及深合區的營商優勢 展會期間重點介紹新興產業、發掘投資者的意向 展會後則為派專員對具投資意向的企業 協助他們透過投資者一站式服務 落湖澳門成立公司 在2022年至2023年期間 通過展前定位、展中跟進 以及展後跟蹤投資者的服務 我們貿促局總共接合了397家的參展商 當中收到投資意向有59項 而59項之中 我們已經有19間完成澳門設立公司的手續 他們主要來自中國內地、葡萄牙、巴西 以及香港等地 涵蓋、中醫藥大健康、高薪技術、匯展商貿 以及環保等不同的行業 而在當中有關的例子 我們協助了一些葡萄牙的科創企業 展前定位 和他們初步接合了 以及收集了相關的一些成立公司的資料 而在他來到澳門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即場安排他完成到有關簽計手續 而之後我們也會有同事 會跟進他有關項目的落實情況 以及需要協助的安排 分子泰澳門中藥科技有限公司 在貿促局的幫助下 近年也投資預簽萬羅湖澳門 目前已經投入生產 並有不同的產品推出市場 公司董事蔡彭東 看好澳門大健康產業市場發展 認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而且相關的中醫藥政策 以及與深合區協同發展 對於打造品牌 宣傳品牌事半功倍 澳門份子泰是一些澳門的本土企業 引入大陸提取技術 然後在澳門成立了澳門份子泰這間公司 一開始是貿促局主動聯絡我們 因為我們以前都不是做中醫藥生產這一行 所以對於我們一開始打算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問題 但貿促局主動聯絡到我們 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工廠的特建這一部份 因為我們需要跟很多部門去聯絡 例如公務局、衛生局、消防等等 非常之多的部門 那貿促局主動幫我們聯絡這些部門 一起開會 在我們還沒開工之前 我們就約了一些部門 大家一起坐下來去談 把一些我們的問題 包括澳門法律、法規上面的東西 我們都在動工之前都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的問題 這樣就可以令到我們 在動工之後 我們盡快地 將整個工廠員工去完成 還有我們有一些產品 需要在澳門去做一些分類、註查的話 所以毛宿局也能給予我們不少意見和幫助 非常感謝毛宿局給予我們的機會 跟他們一起去參與一些活動 因為這一兩年來通過參與這些活動 都認識不少客戶 都得到一些跟他們合作的機會 所以未來我們都會持續去參與這些活動 亦都希望越來越多的活動 可以令到澳門本地的企業一起去參與 招聘的過程 始終都有意識的 我會嘗試去請我們本地的歸民去就業 入到我們公司的員工 我們都會給予更多機會 讓他們去發展 可以嘗試不同範圍的工作 令到他們可以更好地認識到 大健康這個產業 發展新興產業 同時培育專業人才 澳門貿出局持續落實招商人之職能 著力加強匯展與招商人之相向聯動 發揮產業家匯展動能 發展新興產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